今天來安裝HONDA CR-V 2400cc的引擎 引擎蓋打開之後呢 我們看到那個空氣濾清器 空氣濾清器的時候 我們要把那個這個接點拆下來 拆下來之後再把蓋子打開 蓋子打開 然後裡面我們已經有事先安裝好的這個產品 就是像這樣 可以把它固定在這個裡面的隔板 用束線帶把它固定起來 固定起來之後這個管子伸到裡面去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伸進來的位置 就在感應器的前端就可以了 好 那整個安裝好固定好之後 我們就要 我們就要把它蓋回去 蓋回去 蓋回去固定起來 把旁邊的扣環固定好 把旁邊的扣環固定好 所有的固定環固定好之後 然後就完成了 然後再把線貼回去 然後再把線貼回去 趕測線的電源線鑽回去 這樣就已經安裝完成了 好 以上 這個是安裝完成的影片 謝謝